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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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,与江维一起出征的并非小说中提到的夏侯霸,而是蜀汉镇西大将军湖集 此战也是继逃水之战后,江维发动又一次北伐 在小说出现的这次战事中,还出现了一个一闪机式的人物——豹肃。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,此人仅仅是一个艺术形象,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。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提过,逃水之战是江维北伐当中,最为辉煌的一场战役,卫军仅阵亡人数,就超过了一万余众。 尽管此后邓爱巧是一兵,逼退了江维,但北伐大军并未遭受损失。 因此,江维认为,陈泰和邓爱的能力不过如此,便在逃水之战结束仅数月之后,便发动了断骨之战。 不过,当战事开始之后,江维突然发现,陈泰、邓爱等人早已严阵以待, 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攻骑山的计划,打算经过董廷,向南安郡发动进攻。 不料,江维的企图被邓爱识破。邓爱在武城山一带,将江维击退。 江维再度改变部署,于夜间悄悄渡过渭水,企图向上规发动偷袭。 令江维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的这一计策,又被邓爱识破。 就在江维率军禁至断骨时,早已再次埋伏的邓爱,立即发动进攻,两军随即发生一场混战。 按照江维的战前部署,对于邓爱陈兵断骨时有所提防的,也做了相应的部署。 但当断骨之战开始后,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原定在断骨与江维会合的湖籍,却并未及时赶到,使得江维孤军面对邓爱。 寡步敌众之下,江维损失惨重,不仅十多名将领被杀,数千人阵亡,还有一万多人成为俘虏。 这次施力也令江维成为众矢之地,引起蜀汉大臣及民众的强烈捕。 万,为了平息众怒,江维不得不效仿当年诸葛亮兵外接停之举,引就自责请求处分,以后将军之职行使大将军的职权。 可以这么说,断骨之战的施力,令江维的声望从巅峰跌落谷底。 那么,此次将为兵外的断骨究竟在哪里呢? 自三国已详,这个问题已引发众多的争议。 有部分学者根据水晶柱及原河郡县图志的记载推断,断骨及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。 不过,这个说法后来遭到广发质疑,此后,又有学者根据太平广记,方于胜来, 大明义统治的记载进行研究后,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。 断骨位于如今的甘肃省天水市脉基区西南。 从目前学界的态度来看,这一结论为主流意见,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。 参考书籍,三国志,水晶柱,原河郡县图志,太平广记,方于胜来,大明义统治,三国演义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。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財金 中嗣 辎